哈喽 大家好 我是花直播的总裁陆祥 今天呢 通过这个镜头和大家见面 其实我想分享一个故事 不用我说大家应该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 叫汤可儿 也就是你们现在网上看到的汤果果 她曾经是个胖女孩 她经历了十年 但是她没有放弃过 她每天都健身 学习跆拳道 充实自己 终于有一天 她瘦下来了 变成了现在自己阳光的汤可儿 每个人 都有很多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也相信 我们也有很多无为人知的过往 但是我认为 我们应该勇敢去面对这些事情 不要去在意 而汤可儿 她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女孩 每当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会被她这种阳光温暖所包围住 在此我也想跟汤可儿说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一直站在这儿 做你坚强的红顿 她接待她 比如说 她怎么还不愿意 我只能骕驾 什么 我只能骕驾 我都没有 你这个 我怎么没问题 我被我们的 我都没有 你这两个 你练习了 我无论 我都没有 你这人 这个项链 本来就是给你买的 我想给你戴上 我 可儿 陆祥 奶奶 这条项链漂亮 可儿 奶奶给你戴上 奶奶 好看 你看看多漂亮 来 转过去 乖了 好 你看看 多漂亮啊 陆祥啊 我可把我这个孙女 交给你了啊 你一定要对她好 就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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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像您 grands 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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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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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也难过地哭了 你们家吴子齐啊 是好 他纵然有万分好 但是跟陆翔比起来 他就是个毛毛虫啊 我要是你啊 估计得跳龙 你懂什么呀 我是被电视剧感动的 伯伯 看这个也能哭啊 蒙谁呢 亲爱的 睁开眼睛开始想我了吧 我爱你哦 吴子齐 等你什么时候变成陆翔了 你再来喜欢我吧 是啊 为什么完美情人不是我的 你到底发还是不发呀 这样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我让你发你就发嘛 你既是偷拍的照片 又是陆翔和可儿 谈恋爱时候的照片 你这要是发过去 霍斌指不定得封成什么样子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不信霍斌哥看了可儿 成了陆翔哥的女朋友 她会无动于衷 有感觉又怎么样 你等等 别乱发 这到底是谁跟谁在秀恩爱啊 太甜蜜了 霍斌哥 你看看 这两个人你是不是认识啊 霍斌哥哥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去把可儿给追回来 这才是真男人 过去的恋人 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 才是我最想珍惜的 我就说了 这照片不能发 你到底站在哪边的 你可别忘了 要是霍斌哥跟可儿不好的话 咱们也别想好了 这里真的很美 美得让人觉得是在做梦 有你在我身边 我看什么都美 陆翔 谢谢你 对我的信任 可儿 如果不是唐奶奶帮你选择 凭你自己的内心 你会选择我做你的男朋友吗 在这之前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可能还会犹豫吧 那现在呢 现在 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那你的意思是 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对不起啊 陆翔 发生了那么多 其实我也不确定 我对你的这份感情 真的是爱还是心安 但是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谢谢你 谢谢你 可儿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才等到你说对 唐可儿 是我的女朋友 唐可儿终于是我的女朋友 我要告诉全世界 你唐可儿是我陆翔的女朋友 唐可儿 你是我陆翔的女朋友 唐可儿 你是我陆翔的女朋友 你是我陆翔的女朋友 我终于等到你了 唐可儿 跟我 陆翔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